大家好,我是前田 今天我來探討這個 到底下次改版需不需要轉值 騎士或黑妖 我的答案就是我可能不會轉 那會轉的 機率應該只有1%吧 那1%就是 到時候改版後的TJ重情變 那個機率大概1%而已吧 雖然雖然它是上面寫10% 但機率應該更低 所以我轉值騎士 蠻渺茫的 然後不轉騎士有幾個原因 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大概有3、4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轉值需要鑽石 那它職業覺醒 新職業一年 如果你轉4次的鑽石 好像我這樣無止計的 基本上 轉一次值都要1、2萬鑽 轉4次就要8萬鑽石 10萬鑽以上 更何況有經濟的 所以一年轉值的鑽石 最少就8萬鑽了 就可以買一件紙裝了 那如果想省錢的話 一年就等轉新職業就好了 我現在計畫是這樣 就是一年轉一次 等新職業 因為我對新職業比較有幻想 那第二個原因呢 我們不能盲目的轉值 轉值 轉值是 要 要對自己練功或PK有幫助 看你是PVE型的 或是PP型的 那練功型就是 轉值過去騎士的話 死神的話 基本上是不用轉 因為死神轉騎士的話 坦度沒有多大的提升 然後 練功速度也差不多 差不多 那其他職業的話 我就蠻建議轉 因為 你轉過去的話 會大幅的提升 坦度跟 那個 練功效益的話 我就建議你轉 像 像什麼一些 暗奇啊 神聖劍術 我都建議你轉 騎士 那你如果PK上面 PVP上面 想要 昏迷命中 高一點的話 你可以轉騎士 或是 團隊的戰術性 需要你轉騎士的話 你就去轉 因為騎士的暈 比死神的暈還準 這就看自己的需求 沒有說一定要轉 也沒有說不能轉 好 然後 第三點呢 就是因為韓版五週年 新職業即將推出啊 那安息一關套路都是這樣啊 我們玩了 快五年的天堂M 他每一次新的職業 都會打臉上一個職業 新職業都會比較強 所以 韓版五週年 跟這個 騎士黑曜改版呢 相差太近 所以我是建議 新職業再轉就好 你可以省 多省一筆錢 多省一筆錢 因為你做騎 你玩騎士的話 你 很多人都會建議你 去做反山嘛 那你要花錢 去做反山 到時候新職業比較強 那你又要轉職 那你又要多浪費一筆錢 製作的錢 而且製作反山 你不知道製作多少錢 才能出來 所以我是建議 等新職業 死神的話 等新職業 其他的話 可以 可以自己考慮清楚 要不要轉職 還是看自己 不要隨波逐流 不要隨波逐流 不要看到一堆人轉 你就跟著轉 你要看自己轉 適不適合 每個人記憶體都不一樣 每個人記憶體跟玩法都不一樣 然後要看適不適合 那今天就是我一點點小建議 那我應該是不會轉 應該不會轉 對 比較傾向於新職業 好的今天就是我這個小小建議 希望大家喜歡 感謝大家收看 掰掰